1、2、1 装嗎這個東西 好玩嗎 好玩 旅灣區海中聯社的龍舟訓練基地 教練由本地村民擔任 因為爬龍船是村裡的傳統項目 很多村民自小就是龍舟選手 在他們心目中 爬龍船大過天 有飯店老闆甚至連生意都可以擺在一旁 放個二維碼在那裏 你們自己掃 反正跟你說多少錢 門又不關燈 反正你吃完走 我爬龍船回來才收拾東西 這次大家來鶴龍舟的荔灣區海中村 很厲害 因為他們一條村有13支龍舟隊 而且最近幾年的廣州國際龍舟腰整菜 他們都有份參加 爬龍船是我國傳統端午習俗 現在已經成為全民參與的體育運動項目 來自海軍某部的曹元華 平時雖然也有皮蛙艇訓練 但這次是第一次爬龍船 特意帶小朋友來體驗 文化也是一種傳承 只有了解的才能傳承 父母子女齊上鎮 只是練了兩個來回 就做到動作劃一 將龍船排得非快 因為平時工作確實在部隊裡面訓練也非常多 然後也工作非常忙和家人居少餘多 兒子他說爸爸平時你太忙了都在加班 今天能夠陪我我非常的開心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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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